大家好,我是文脸,欢迎收看文脸频道 今天要介绍了蜘蛛侠起源故事 在《终极蜘蛛侠》漫画的版本会有不一样的开始 诺曼奥斯文蓝逊了自己的实验室 而他穿着手套正观察一次蜘蛛在他手上 突然诺曼手的电话响起 他接听电话了会不一间把蜘蛛叫给他驻手 驻手看到那么大只蜘蛛惊吓一跳 赶快把蜘蛛丢进了一个空罐子里 驻手没有把罐子盖给关闭 这时蜘蛛逃了出来 他是彼得八个十五岁数代子 学习成绩一旅,体育成绩超烂 经常是那些笑颜坏小时取消的对象 而一直给他希望是本叔叔 彼得父母算完,而是由本叔叔和眉神神照顾他 而当时还有个好朋友是玛丽贤 彼得还有个好朋友是哈利奥斯本 他是诺曼奥斯本的孩子 晚餐后,哈利找彼得学习东西 这时他问彼得父母是怎么去世的 他回答,是空难 隔天,他们去参观奥斯本实业公司 彼得不小心被一只逃走的蜘蛛给咬上了 他感到疼痛就快速把蜘蛛给甩开 这时他出现的呕吐现象 渐渐的昏连过去了 第二天,彼得感觉没事了就继续上学 一来到学校却被他同学给欺负 突然间他们对彼得牵打脚踢 不过却被彼得破解 然后反击对方 他无法相信自己有这样的反应速度 他到底怎么了 在上体一个的时候 他看到玛丽被弗拉斯烧了 彼得直接把球丢到他的头 弗拉斯生气了因为他好欺负 他恐吓彼得放血不要跑 周围的人为弗拉斯家人 要他好好教训彼得 不过彼得表现得轻松的闪躲 绰绰有移 当彼得截下他拳头的时候 对方的手折断了 他非常的痛苦 彼得告诉他 我不想打架的 夜晚 对方家长打电话给本叔叔 对方要求交错2500美元的住院被 如果不交就会起诉我们 不过彼得家里环境不是很好 没有能力复得起 彼得想起可以赚快钱的方法 就是参加格斗赛打赢了竟有钱拿 而他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努力 为什么不去参加 彼得赢得轻而易举 瞬间打倒对方 他之所以会带上面积 是因为15岁的少年是不允许参加的 他唯有带面积来隐藏自己的身份 彼得把赢回来的钱全部都给本叔叔 他知道本叔叔会问钱哪里来的 所以他使用匿名的方式 代表学校进行的目间 这样本叔叔就会怀疑了 彼得就会参加了每一场格斗赛 每一场都连胜 而在主持人问彼得 你的匿名是什么 彼得要说蜘蛛 还没说完 主持人便帮他取了 蜘蛛侠 在后台 他们交代彼得下一场穿上资格 这是为你做的 因为你现在装扮很菜 回到家 他试穿了服装 蛮不错的感觉 有一晚 彼得走在街上 他约到一个人 他刚打假的东西 非常慌乱 不过彼得没有阻止他 则是让他逃跑 那个被打假的人问彼得 为什么不阻止他 彼得表示 为什么我要管 我还有自己的问题要想 回到家后 本叔叔质问彼得 为什么你曾经会下滑的 经过一场变怒后 彼得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了 彼得去参加了 朋友的派对来逃彼 这时有个女生 彼得亲密着 刚好被玛丽创建 他对子之非常的失望 就离开了 就在彼得追出去的时候 本叔叔就站在门口等他了 本叔叔告诉彼得 你才15岁 我们家的麻烦事还少吗 这样就离家住口 你怎么对断一个关系你的长辈 本叔叔希望彼得 像他父亲 如果你能为这个世界 做一些事情 所以不要把自己的生命 浪费在那些琐事上 随之而来也会有重大的责任 你明白吗 彼得生气在告诉本叔叔 如果他真知道那么多 那他现在在哪里 说完 他就再次逃避本叔叔了 当他准备回家 向本叔叔认错的时候 这一切都太迟了 他家门外站了很多警察 没神神告诉警察们 突然后门闯入了一个人 他要的是钱 本叔叔告诉他 我们真的没有钱 他当时却保持微笑 说道 你可能比我俩还有钱 接着 对方就开枪射死了本叔叔 就在这时 警察们收到了消息 刚才的杀人犯出现了 彼得直接冲出去 他换上了服装 要去抓拿杀人犯 接下来的故事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他到了工厂 抓到了杀人犯 这时 他发现这个杀人犯 他曾经看过 他是上次打抢的人 而当时没有选择阻止他 他也不是我的问题 而视而不见 彼得绑他绑着丢出窗口 交给警察来处理 接下来的事情 这时彼得想起本叔叔 对他说过的话 如果你能为这个世界 做一些事情 那你一定要做好 随之而来 也会有重大的责任 他看着自己的面积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他开始打击城市的罪犯 帮助困在火栽里的人 他看清楚了自己 也知道了自己的位置是什么 彼得回家的时候 遇到了玛丽姐 他告诉 没成时现在住在他家 这时彼得抱着了他 痛苦地哭了一场 他明白了 能力也大 责任也大 如果喜欢就按赞分享出去 然后订阅我 感谢你们的收看